陳時中的競選總部外牆招牌已經掛上 將在10月1號正式開幕 內部也全面加緊趕工 陳時中競總正式成立前一天 直擊競選總部內裝幾乎已經就定位 設計理念僅扣陳時中的競選主軸 從我們的意見膠囊裡頭 拿出寫下你的意見 送出你的希望 送出你的期待 阿中會替我們達成喔 五根透明管內裝意見膠囊 針對不同議題 讓民眾寫下建議 另外一邊黑板溝通牆開放留言 設計理念是落實陳時中 不斷強調的重視溝通 阿中的台北地圖 不同行程 他接觸了大家 他聆聽了大家的意見 從點線到面 串聯出來 阿中非常密集的政策網絡 把陳時中的台北足跡全記錄 陳時中的競選總部 沿用蔡英文總統連任時的總部位置 要延續上選氣勢 10月1號正式開幕 外頭已經申請陸權封路搭建舞台 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 前副總統陳建仁跟行政院長蘇貞昌 全都會鬥場相挺 有提前報名的支持者 還能獲得限量設計小物 搶先曝光 本土設計師 他也是一個新銳設計師 那他因為非常支持阿中 所以他支持者贊助了這個東西 台灣的黑熊 然後台灣的石骨 台灣的美髮乳 就大概就是將台灣原生種 台灣美好的意象 然後放在這上面 設計師一口氣贊助上千條 防曬微博領巾 還有支持者自掏腰包送加油棒 祝福陳時中及議員陳雷達 據了解北市所有議員候選人 也將全員到齊 在成立大會跟陳中合體 展現團結氣勢 力拼勝選 陳選陳俊也各自剛出軍 泰國報導